魏英带着蓝湛往镇上酒楼走去,唧唧咕咕地说着自己从小到大经历的危险,自己又是怎么化险为夷的。 坐到酒楼包厢后,蓝湛为魏英倒了一杯茶水润喉,调笑道,远道你确实很厉害,就是这故事怎么听起来有些耳熟。 魏英端起茶水一饮而尽,哪里耳熟了?有些听起来像江夫人魏无羡的经历呢? 蓝湛浅浅一笑,远道莫不是直接套用江夫人的经历吧。 魏英自知诗言,赶紧圆场,啊蓝湛,你是说我在吹牛。 我就算要吹牛,也不会套用魏,魏无羡的经历啊。 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名声不好。 蓝湛想到了另一种可能,也就是说魏无羡对外声称的经历,其实有些是盗用了你的。 爷,也可以这么说吧,魏英又喝了口水掩饰尴尬。 蓝湛替魏英又倒上了一杯茶,其实,魏无羡就是个骗子,他根本不是天生奉命,你在曹邦要小心他。 啊?为什么这么说? 你又不认识他,魏英有些急了,你要是认识他,就知道他其实不是坏人。 蓝湛摇摇头,我看过他的面相,他的命格就是一般人,不是什么天生奉命。 以天生奉命为借口,大概是为了掩饰他杀人夺财的事实。 后半句话蓝湛没有说,他怕远到知道太多在魏无羡身边露下,被魏无羡定成下一个除掉的目标。 你看过他的面相,怎么可能? 魏英愣了一瞬,立即否认,你别胡说了。 是真的,蓝湛认真道,我曾师从天机门,学习过项面推演。 他是不是天生奉命,我能看得出来。 又怕魏英没听说过天机门,蓝湛继续解释道, 如今南方朝廷的侵天间的国师,就曾是天机门的外门弟子。 他们四处寻找的国师师叔,也是天机门的弟子。 哦,魏英点点头,那就是说他的天生奉命的批命是天机门弟子批的。 那蓝湛能看出他的命格吗? 魏英有些忐忑地把脸伸到蓝湛面前,那你帮我像像面,看看我的面相。 蓝湛被突然凑近的魏英逼得脸上一红,然后就迟疑了。 他确实会掐算相面,但是叔父曾说, 他的命定之人与他自己的命运紧密交缠,所以他是看不出,也算不出命定中人的命的。 第一眼看到远道确认他是自己命定之人后,蓝湛就悄悄给远道算了一挂, 确实是一团迷雾看不清未来。 现在,他要怎么跟远道解释? 他算不出远道的命来,直接说你是我未来媳妇,我算不出来吗? 远道会把他当灯徒子吧? 蓝湛还在纠结,魏英已经一副心领神会的模样退了回去。 蓝湛看起来什么都好,没想到,居然是个行片的江湖术士, 不过他魏英不会嫌弃蓝湛的。 毕竟什么样的奇形怪状,他魏英没嫁过。 等一下魏英,你在想什么? 什么叫什么样的奇形怪状,你没嫁过? 这是你那几个王夫吗? 这就是个刚认识的,嗯,朋友。 魏英心虚地看了一眼蓝湛,在内心自伤耳光中,蓝湛也还在纠结怎么原话,眼神犹疑。 两人之间突然安静了下来,突如其来的尴尬弥漫开来,两人一杯杯地喝起了眼前的茶水。 蓝湛把茶壶喝干了,也终于艰难开口说道, 那个,你的面相有点,有点难,可能我学艺不精,但魏无羡那个,我一定没看错。 魏英不知道为何蓝湛对他误会这么深,试探着问道,那,如果,我是说如果。 魏无羡他不是故意谋财害命的,毕竟天生奉命也不是他说出去的。 蓝湛沉默了一下,有些忧心远道,他似乎被魏无羡洗脑了,据我所知,天生奉命这种命格,应该是不会克服的。 魏英一愣,那为何会死那么多个丈夫? 所以我说,那个魏无羡很有问题。 蓝湛凝重地看向魏英,远道,你要警惕着他。 魏英嘴角一抽,蓝湛认真的态度,让他一时间都有点怀疑自己, 是不是真的是个谋财害命的黑官夫了,就像白小声污蔑他的那样。 他想为自己辩解,但又怕蓝湛看出端倪,于是叹了口气,拿起杯子喝茶, 却发现,杯子早就干了,茶壶里也一滴水也没有了。 魏英尴尬地放下茶杯,低声道,其实,其实魏无羡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。 嗯,江城,帮主也说过,魏无羡他虽然好像有很多钱,经历过很多事, 但骨子里,就是当初那个小流浪汉。 魏英抢笑着说,此话怎讲? 江帮主说魏无羡他虽然经历过很多事,会很多东西, 但都只是些皮毛,安身立命的本事没有,只有个坏名声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守不住的财富。 魏英垂下头,抠着桌子,要是没有江帮主护着他,他小命都能玩玩。 蓝湛见魏英似乎很低落,便柔声道,江帮主跟你说的。 你很相信他的判断? 嗯,嗯。 不是,是他跟魏无羡说的,邦里,大家都听见了。 魏英搓搓手,所以江帮主走了以后,邦里都很护着他, 因为知道他是个没啥本事的。 蓝湛摇头,这个魏无羡的故事如果有一半是真的, 他就不是没本事的。 魏英眼睛一亮,你当真这么认为? 嗯,蓝湛正重点头,六岁出嫁,辗转七个男人, 每一个都发迹了,难道没有他的手笔吗? 魏英突然感觉被人捧杀了,连忙道,他最开始都迷迷糊糊的, 哪有什么手笔? 他没那么厉害的。 蓝湛笑着说道,帮童秀才作画,帮苏社科举升迁, 帮山中村夫料理家务,帮聂徒夫救了师傅, 帮山贼将军出谋划策,帮富商发展生意, 甚至曹帮的事情也处理得得心应手,这不较厉害。 你,你怎么知道的? 魏英震惊,白小生出新书了吗? 没有。 蓝湛摇头,我从书中描述和其他渠道的消息分析出来的。 我感觉你比较厉害。 魏英敬佩地看着蓝湛, 不愧是靠骗人吃饭的江湖术士, 能从各种蛛丝马迹中找出线索和真相, 不过他做的也就是所谓的贤内住的活。 江帮主说,他也就是个合格的男妻罢了。 胡说八道, 这江帮主怎么处处贬低自己的妻子? 蓝湛从魏英的话中品出一丝不对劲, 回忆灵堂上跪着的魏无羡道。 魏无羡即便是真有特殊命格相助, 能在这样艰难凶险的处境长大, 也属不易。 更何况他显然是个天资卓绝的天才。 魏英被夸得不好意思, 低头偷笑道, 哪里,哪里,就是普通人罢了。 紧接着就听蓝湛继续道, 江帮主不就是他的手下败将吗? 自己现在还在灵堂躺着呢? 这就是他傲慢轻视未无羡的下场。 魏英笑容瞬间消失, 江帮主是过劳而亡, 他太拼命了, 和魏无羡无关。 蓝湛自知失言, 道歉道, 抱歉, 我听你言语中对江帮主 似乎很是敬佩信服, 冒犯了江帮主是我失言了。 魏英稍微缓和了一下脸上硬邦邦的表情, 迟出道, 我不是, 我只是, 江城不一样。 蓝湛心中一跳, 这是什么意思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